我觉得他对这工作就有歧视 只要是挣钱 怎么样不是挣钱 对吧 我是 你想吃东西 我没带你去吃 还是你过生日 我没给你买礼物 差着你哪了 他们家呀 说真的 我真觉得毛病太多 就是要求太多了 就比如说饭桌上 我们吃饭 那个勺子碰碗 我就觉得这没什么呀 大男孩子吃饭不就得 稀里擦啦吃吗 然后人家们就说 你别碰出声音 这个是不好 这个什么礼貌问题 我觉得这没什么呀 有些家庭是讲这个的 我从小到大都这么吃饭 这突然就 我就觉得 无理取闹有一些 吃饭这个事情 就很明显的就是一个 就是大老粗 我就觉得 这个真的是还挺重要的 就不要发出声音 就是还是 不是那你在学校那一年多 没给他训练过来吗 你在学校的时候 你要这么要求 你应该训练他呀 当时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 但是我发现就是 因为两年了 然后就是慢慢这些问题 就会显现出来 然后我想说 就去慢慢磨合 但是我发现 就跟他说了这件事之后 他就也没有很改 行 等于在饭桌上又说到了 他另外一个问题 你用眼神 让你的父母看到了 他在抖腿 是这意思吧 然后继而你又告诉你父母说 他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在你看来 对 你对未来是堪忧的 对 那这父母听到这儿 就饭也别吃了吧 小伙子 早点吃完早点回去了 对 他父母一脸不高兴 那当然了 他说在一块干啥呀 你说他父母也不同意 他也是在餐桌上就说了吗 我倒是没说 我就觉得是他父母也不同意 然后他也觉得我毛病这么多 那在一块 我还想觉得他还说了什么缺点 在饭桌上 他说我打游戏 平时我们那个工作不是到处跑吗 今天就很忙很忙 或者明天就很闲了 我没事的时候去打打游戏 然后朋友们叫着一块去 晚上吃个夜宵什么的 觉得很正常 他连这个都跟他父母说 我觉得他就是个妈宝 真说了 对 我就没想那么多 因为我这个人本来性子就直 然后我想说 那直接都说好了 好 那行吧 那就问问吧 你喜欢这男孩什么呀 他很温柔 然后就是我们俩之前的 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从来都没有吵过架 特别特别好 就是我身边的朋友 大家都很羡慕我 而且因为之前的一段 不是非常非常不好 然后但是他就给我一个 很温暖很温暖的一个怀抱 就你曾经谈过一段恋爱 对对对 就不太好 很受伤 对对对 他温暖了你 对对对 而且就是我发现了 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 就对我非常非常地好 这不就酷了吗 但是磨合中间 发现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啊 生活习惯 我给你概括嘛 吃饭 抖腿 算生活习惯 对于未来的不稳定 就是你没有这个 对未来经济生活的 这个安全感 算是他这个职业的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一些小事了 什么事啊 就比如说他这个爱玩游戏这件事情 真的就是大家的作息时间就是 9点 10点 11点 差不多大家都该睡觉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大家可能会上班 就早睡早起嘛 但是他这个一玩游戏就是 凌晨三四点才睡 然后第二天早晨就是 可能中午12点 或者一两点才会醒 就是 就是没有一个好的身体 就是整个 整个一个 我在关心他 但是他就 永远都想不到我在关心他 就 那你们那一年多的幸福时光 是怎么来的呢 我特好奇 当时就是还是在学校宿舍 这些问题可能不太存在 因为现在不是已经毕业了吗 然后这些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好